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亲爱的观众 欢迎收看民事台湾学党的节目 我是李金贤 这个时间我来说台湾剃锣一世纪 台湾剃锣铁楼九个年 刚才一百十年了 这百多年来 它为台湾担来很方便的交通 这个剃锣铁楼呢 在建立的时候 有可能就有大堂市 这大堂市的厕头会建立得漂亮 我今天就是要来介绍 有七个厕头 建立会认认是经典建筑 我们也可以说 经典建筑的车站 这七个厕头 先从杰铁楼上去台北 先到台中 加到台南国庸 但是杰铁楼到台北 已经消失去了 已经先拆掉了 改参 还有村的那几个都要再建立 一定要让我们来做一个对台湾建立的了解 所以今天我要介绍这几个建建筑头 刚好让我们有机会用文化的观点 来看这个筑头的历史 这也可以用观光的角度 来去厕头做一个参观和游览 首先我们介绍北部的第一个厕头 叫做基隆铁 基隆铁 基隆铁 这个厕头是一举控办理六成的 你看这个厕头起得很漂亮 一举控办理 总管地楼刚好通车 通车的时候因为 基隆是台湾的玄关口 那个时代都是海温 台湾的玄关口 所以在起车头的时候 有比较可能就是 怎样去比较漂亮 不过当初的起法就是 封死后的形式 其实同一个时代 基隆铁铁铁铁的一些公共建权 包括公企业 包括市政府 包括建策局 这些公共建权 事实上都起头很漂亮 也都是用访欧的形式 所以 基隆铁铁铁铁的景观 可以说台湾最漂亮的一个土区 当然 这个厕头也是很重要 这个厕头 它的一些线条 幅度或什么 都做得不理好 其实第一代基隆厕头 有一个棕楼 有两层的屋檐 处备顶都做铜片 一屋的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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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铁�铁��� 就八點一分開 不管有人坐沒人坐 它都開車 在開車以前 台灣人在時間的觀念 並沒有顯而明確 所以車頭一定要設一個時經 有幾樓的這種訪歐式的 有中樓的車頭 差不多都有時經 這就是當初 讓我們台灣人的時間觀念 做一個改變 雞人車頭因為 它是我在港口的 而且這個車站也剛才面對著港口 當初面對港口的時候 沒什麼障礙有 直接就看到港灣 雞人車頭為了要接坐船人客 所以在旁邊有起一條天橋 直接通告日後買頭 這個天橋當然 隨著改建後就聽到了 當初的時候 總共一萬噸 差不多就進一幾人港了 譬如說最早的一條紅萊丸 還有一台 我們大家聽過的 高千歲丸 這也是定期航線的 每禮拜 都有一天會來台灣 會來街人停泊 另外一條紅萊丸 去日本 當初這個定期航線是 雞農和新河的定期航線 當初有兩間公司在經營這些定期航線 一間是台版上前 一間是近海由前自社會社 這個基隆車站到一級六空年代 它就改建了 改建就是鋼筋水泥 大飛爬 鋼筋水泥 這種造型是很普通 就跟我們常常說 蜂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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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 把新的建材帶起來 不幾年後 因為 基隆這個車頭 開始在做地下化 車頭要另外升起 現在 事實上 已經改建的基隆車站 現時是 也沒有在做飛車的 運作的用途 但是 目前為止 要再做一個 你要進去新飛車頭的出一站 這個基隆車頭的對面 有一間給做陽明海洋藝術館 現在說給做藝術館 但是 本來是陽明海運 陽明海運以前 是給做舊上局 舊上局 舊上局也是在做準的工作 就交給舊上局 舊上局到民營化 就變成陽明海運 這個舊上局 以前 水上這間廚 給做緊海郵轉 郵準 主席火車 嫁人 幾點 本來 有一個塔 建後沒幾年 因為 發生火災 所以 塔才沒去 原來他旁邊有一間紅爭的 也是 真水的建築 沒有 意義就是 台辦最準 今年 這個火車本來是平座會 對 現在是台辦最準已經沒去 但是 這個緊海郵準 就專程作為 藝術館 還保留到 可以說 真是舊台的一種 歷史建築 這個 嫁人 嫁人 再來就是台北 台北車頭第一台 也是爭埃 它開是比較早 因為 基隆台北先通車的時候 它就先開好了 這是爭埃 爭埃 那個火車頭 台北車站 就是今天它的原子 稍微看 它的正對面應該就是 襄陽路 這對著破不慣 那是它本來的為例 台北車頭一直 一直營到 一級數控制的時候 因為 鋼筋水泥建材的引進 所以 就改造 大家不理識者 第一台台北車頭 台北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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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新竹 新竹 要保持原來的行 新竹車頭 新竹車站 以前說是新竹裔 裔也有一個中樓 上頭也有一個市場 這個車站 它的玄關 它的玄關有兩條 很差勁 那些條 那些條 條的本身很低 是因為台座館 台座館就變成條 看起來就像酒瓣 酒瓣 這個新竹車頭的設計者 它是留學帝國的 隨時新竹車頭 在建的時候 台灣重新 一種叫紅磚建築 紅磚建築 偏偏這個新竹車頭 平是紅磚的 它是紅酒紡實的建築 它就沒有紅磚 這是新竹車頭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紅磚的車頭 當時流行的時候 受到東京車頭的影響 東京裔 東京裔的影響 這個七大經典車站 我就先介紹到新竹 還有一個時間 我們就繼續參觀下去 感謝各位 謝謝 親愛的觀眾 對 我們繼續 再來說 台灣有七個經典建築的車頭 車站 剛才說到新竹 新竹 是這幾個車頭裡面 應該保存 比較也很穩定 尤其是十十年前 有經過一次徵修 原來車頭頭前 都有一個叫電子鐘 那個電子鐘還那麼大 真的是沒有需要 它一個建築物 本來就是新竹的地標 什麼人不知道這是新竹車頭 到時候 這些附著物都被拆掉了 就變成很安靜 當時參觀新竹車頭的時候 不知道有注意就說 它這個車頭有分 中間是主塔對不對 旁邊有兩億 兩個死就對了 這兩個死的工法 不一樣 一個是日本人本來就做好的 一個是後來這麼做的 建築這麼做的 那些材料 和工法都不一樣 這是新竹車頭 大部分人都不會去注意的地方 那新竹車頭是因為 是一個流程的建築物設計 他就沒有受到 東京車站的影響 東京車站 也都是 就是一級一空年代 台政時代 很流行的紅爭的一種建築物 這個東京車頭 紅爭的這種敵政 卻是讓我們的台中車頭 跟基層下來 台中 台中 台中車站 一級一七年就六成了 那如果新竹車頭是比較早 台中車頭一級一七年就六成 生起來剛才一八年了 台中車站一八年 它也很壯觀 很威武 中間也有一個中樓 中樓頂頭也有市政 這種建築物就是 那年代 台灣 到處的公共建築 差不多都是去做紅爭的 這個台中車頭 台中車站 現在 現主是已經停止使用 飛車沒有幾次的 這個車站 飛車是經過國家化後 換去 刷去到柳秋冰的地方 刷到那裡 但是目前 車頭又是做一個出一口 將來要做什麼 我還不知道 不過很可能會 做文化學習 我在想 當初 你做車頭的時候 一家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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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 這個車頭呢 一級一級一級一年 我們 有做 九一一 大地人的時候 有孫雄到 在海外 從公園開始 要踢路 要高達 所以 有時候要改善 但是 很多人都拿出意義 说这应该是中德士建筑不能听到 到后来就補共 就这样继续演 演到旧年才退休 对 旧年才退休 台中车站 本来就有一个护杂 一般一间厨 头前都有一个护杂 它可以扎在头 也可以抹护 但是 离客越来越多 护杂太低 所以把护杂加得很短 脱出来就对了 脱出来后 它本来护杂材料的条 所以后来又扎起来 钢管它遮住 其实那个条子现在要护杂的 你如果去找原来的木筑时 就发觉说条子要护杂的 这个条子就是在旋关门 有两支 随时一支都有两支杂 杂的咖就有咖咖的杂 现在是要存在在的 我要特别去看 特别去找 也找到了 它还在 那正面说这是以前的木筑呢 以前的木筑呢 1923年呢 到最后是如人天逢 那时又又是逢太筑的时候 他来台湾 因为他是设政 等于说他老板已经打扮了 他就代替皇帝的结末 所以台湾总统是以天皇的国家来接台 那年的四月底 他来台湾 四月中来台湾 没几天就去台中 台中后他驾出台中车头 刚刚吸到那支条 就是在他的脚底 就证明说 那支条就是 本来的台中车头的玄关门的 叉条 这是有时候我们这样 跟历史对峡的时候 有这种很差别的发现 台中的驾站就是 家里 因为都是大刀室 所以在设计这些车站的时候 就会比较充足 其实 到时候我们看到的 这些建立的车站 都是 后来才是定期的 原来也不是 比如说台中车头 刚刚起的时候 也是木造的 家里车头 刚刚起的时候 也是木造的 因为那个时候 出入理客 那还不是很多 尤其是台中 这个车站 算不大 因为在作重贯铁楼的时候 台中的人口也只有这么一万人而已 所以台中的木造车站 一直到1917年 新车头 红队的新车头 落成后 以后工程营退 一旧空半年 总管替路通车的时候 电力就是在台中工厨既行的 台中工厨 有一个双平 大家都知道 工厨就是在那些既行的 这个家里车头 到了一旧三空年代 因为工程水年 引进台湾 所以改建 改建的时候 也要有 上当的古典味 比如说中间 是一个三个城的塔 旁边 两个石 就抓白 这关车站 比较感化 因为钢筋水年就不需要 这样钓却 更感化 不过那样的奇怪 家里车头本来也很雄伟 很漂亮 哪里头前还做一个火车 转转到 所以转一半你知道吗 转一半之后 这个车站的气势 就都不一样 但是你如果去后站看的时候 虽然不是看得到 全 都看得到 不过在后站 我听得到飞车 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 也很雄似 我就跑去后边 后站 后站才有一个天球 天球就是要留 要有后站到前站 修通 在天球上 小生 也很雄似 在后站在后站的火车做得有太多工夫以外 他的转型都要保持到 自己的一个大土区就是台南 台南车站 刚开始的时候也是木造的 但是台南在所有的土区里面 台南是高度 人口也很多 所以它是木造的 水中做得很工夫 就是它的处备顶也这样圆来生气 这样是不这样西班 这是台南车站 刚刚通车的时候 它起了一种木造的车站 但是 自从钢筋水利引进台湾后 1930年代没起 它又再改建 就改建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台南车站 今天的台南车站 是冷战楼 平顶 你看起来 这跟以前的车站不一样 就是说 它的双条什么都很干化 做唐安门来显示 它的空间的一种点缀 台南车站 在过去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所有台湾的火车站 像台南车站 二楼是做理冠 这我们也听过 这个理冠 停止已经很久了 现在是二楼是 有一段时间 差不多一九八空年代前后 又做铁路餐厅 接下来也没有用 现在是放在那 但是这是所有台湾车站 只有这个车站 有设计理冠 是选真好玩的理冠 台南的一个大车站 就是高雄 高雄车站 本来不是现在的位置 高雄车站 本来是在 接下来叫做高雄港站 高雄港站 是木座的 因为它 我那个港比较近 那当初 头前还有四张亚基丘 表示最南国的气氛 一直到一九四空年代 才返作 外所在到今天 到今天 高雄车站的位置 建一间地灌式建筑 这间车站 原主席 因为高雄车站 在进行地下法 在进行山铁共构 所以这个车站就 暂时刷在旁边去 将来如果 建好时 车站要开始 运动的时候 他还在 双头回来完毁 这就是七大 京丁车站 我隆同做一个介绍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我们会礼拜再会 谢谢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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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